去年四月 郭富城迎娶了七方圆 通年生下了宝贝女儿 有了家庭之后 郭富城这个年过五十的浪子 突然化身宠妻荒漠 下班之后就拒绝一切应酬 回家陪伴妻女 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 郭富城两夫妻已经又来了 结婚一周年纪念日 四月十八日 此前 媒体问过郭富城这一天会如何庆祝 当时他假装忘记了这个日子 韩军记者要给他一点个人空间 让他自己去处理家庭事务 四月十八日终于来临了 就在世界网发布两张美照 并留言 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从方圆拍摄的背景来看 明显是长途飞机的头等舱 他拍摄全身照的地方 正是私人洗手间里面 看来 虽然郭富城不愿意透露 自己怎样庆祝结婚周年 但已经安排好带太太出国旅游的计划 将推迟了足足一年的秘业旅行 不送给老婆